连日来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为更好的保护当地群众的生命健康 福建泉州的大多数乡村均实行封闭式管控 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随意进出 并要求所有村民不得外出 不得串门 不得聚集 以此控制人员流动 防止传染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村民生活物资的保障 福建泉州永春县外山乡的四个行政村 招募义务代购员 为广大村民代购生活物资 并及时送到群众家中 2月12日一早 记者跟随外山乡云丰村的代购员林志军 来到永春县城为村民代购生活物资 我买天基本上就6点半 就出来为我们村的村民代购一些现在集息的物资 我们基本上都是前一天5点至7点统一登记 村民需要一些什么物资 然后呢 由我统一起来 然后每天晚上提前找一些商户 去订一些物美价廉的食品 外山乡位于永春县最东部 距永春县城25公里 下辖云峰 前溪 草阳 福西四个行政村 其中云峰村和草阳村是典型的山顶村 村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均需外出购买 目前 外山乡共有8名义务代购员 每个村两人轮流为村民提供义务代购服务 前期可能采购量会少一些 后面群众也慢慢的接受这种代购的方式 现在每一天的量都在逐步的增加 也保障了广大群众的生活 大家对这种方式也非常的认可 非常配合 现在基本上人员都没有出去了 我们现在总的有一个原则就是说 少耳精的代购团队 要不然其实好多党员 志愿者都在叽叽报名说要做代购员 但是我们以实际情况说 一个人多累一点 早一点起来 少一个代购员都出来 外面都走动 记者了解到 截至2月11日 外山乡的义务代购员们 已经为当地130多户村民购买了超过3万元的生活物资 在这不方便出门 有些东西叫村里帮我们带一下 这样子很方便 有需要的就打电话 他们就会帮我们带进来 很感谢他们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